父母在我小時候已經直入了這個訊息給我聽 即是說打工就發不了大家 要做就自己做生意 兩年前 Andy的父母眼見過外面打工得雞水那麼多 於是打伴給Andy開店做回雜貨店這個老本行 叫做辛苦得來都是自己生意 我有兩個哥哥都是做雜貨店的 我大哥做到現在都正在做 我二哥上年開了一間街寶在他附近 然後他就虧錢了所以最後沒有做 在士多生活是我小學三年級之前 雜貨店其實是讀中一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都會去店裡幫忙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很多人的店舖又這麼大 喜歡吃什麼就吃喝什麼就喝 如果不是剛剛畢業的時候找到這間店 我就應該會先做旅遊業的行業 我本身自己讀酒店 那就是有一些實習的 那就是做一些試應 那其實做起來都比較辛苦 那有做過Housekeeping 更辛苦Housekeeping 然後最後就耳壓到雜貨店 其實最後發覺雜貨店是更辛苦的 自己做老闆的話 羊腩醬還是有些香料 加上花椒八角自己放冰糖就搞定 用一次就OK 一年他只可以放兩日假 每月8點開店日做12個小時 做雜貨店做到女朋友都分手 還有每個月交7萬多元租 而且雜貨店要管理的不單是數不清的貨 還有懂得跟客人打交道 真是辛苦錢來的 做了辛苦二懶可能是店頭剛剛開張的時候 因為跟我預期的生意是差很遠的 其實我哥哥之前跟我說 他那裡做了十幾年了 每天生意都很好 自己開了 來到之後發覺沒什麼生意 那一刻頭星期下班 覺得很慘 為什麼會沒有生意呢 供應商一開始可能見你新開這間店 那些貨就有些不漂亮的 即是那些倉底貨 例如章魚 他突然間比比一下 比了幾斤東西是比較欺負的 其實我一早知道 做這行是 預期了一些朋友是沒什麼的 因為你不會有時間去聯絡他們 有時候會覺得幾慘 在IG看到他們去了玩 那我就繼續在這裏做事 那他們去旅行鋪上 那我亦都繼續在這裏做事 他們放假在家裡打遊戲 我都一樣在做著事 雖然開始是有父母的幫忙 但之後的日子 全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你猜真的有富剛就什麼都可以嗎 雜貨店 雜貨店其實是把一些大大件的東西 但是超市又做不到的東西 細分這樣賣給人 因為我這裏很近魚檔 那些人買完條魚 你這裏買包酸菜魚包 再買一些酸菜 那時候新年那些豬肉很貴 那些人就放腰果 合桃 就不放豬肉去代替那種味道 甜味 雞蛋 那些人一定要看到雞蛋 覺得見到才買 例如那些海味的那些 都一定要看過 例如那些阿寶 喜歡走過來 跟著看你的臘肉 跟著擠個鼻馬 聞一聞 然後問一下 就是問一下有沒有味 那些人見到你整袋 擺出來覺得 新鮮了 整袋 有看透才會買 一年前左右 在網上見到他聘請人 做了沒多久 你會很容易看得到 他對這行的熟識 不會令你有質疑 再加上做了之後 還見到他更加 可以處理整件事 可能有些年輕人 他們對街市的感覺 是很髒 還是很舊式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如果有機會 可以試試進來做一下 體驗一下街市是怎麼運作的 雖然辛苦 但也有那種人情味 相信會保留到 不過客人跟你買開東西 用他來到 他只是找你 姐姐走過去 問他買什麼 他說我要找小小 那就是找我 看見公公婆婆 他推著車來 左選右選 買一棵梅菜 說要最小的 然後秤下去 說五個半 他說這麼貴? 我會留意他的衣著 打扮 他說可以了 美數不收了 五元給他 很多客人 買熟了之後 看到我的關係 好像一種朋友 賺到錢之外 然後外面 基本上 又不知道可以找到什麼 其實街市 都給了我一份 人情味的感覺